在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 这个范例 那最后那个练习 中国练习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1到12月 底下的话呢 总共大概 比如1月有31天 那我们希望假设 我希望做到就是 我知道 这一个 就是一年里面的第一天 不管哪一年 也许是2017好了 假设这边你可以改2017 那我们有什么方式 可以怎么样呢 第一个当然 它会希望你先产生 每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月的第一天 先全部产生 然后呢 你再利用那个 比如说打个公式 向下向右一次 可以全部帮你 把整年的年利给做出来 而且不发生错误 那这个错误可能的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不外乎就是什么 你向下填满 1月有31天 那没问题 可是2月的话 到底有几天 我们不知道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自动帮我把 就是说 2月 那产生的 如果它向下填满 有可能产生3月的部分 那3月的部分 不要让它出现 不要让它出现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达到 就是向下 向右 可以完成 这个动作 那里面 不要让它出现的话 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判断 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日期 日期相关函数 比如说判断 两个月份不相同 那月份不相同的话 当然你就需要怎么样 把储存格里面的这个日期格式里面 日期里面的话有年月日嘛 那如果你只要年月日里面的月份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一个函数叫什么 叫Mans 对不对 在Mans里面的话 你可以利用Mans函数 去抓到 就是是否同个月份 所以你可以做个判断 如果不同月份 不要输出 那这个地方后面还会需要做什么 比如说礼拜六 礼拜天 需要给不同颜色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完成 那首先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 我输入的资料 假如说这样 我输入资料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格式化成这样的格式的话 里面包含什么呢 也是年月日 可是年月日里面的话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民国年 OK年的部分呢 要把它改成民国年 第二个的话呢 月日中间本来是斜线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点 第三个是 那个如果是各位数字的月 跟各位数字的日 要补一个零 最后的话呢 刮壶 后面我希望多增加一个就是 到底这一天是礼拜 是周期 不是礼拜节 是周期的话 那这个像这样的格式该怎么样完成 OK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第一个你也可以再想想看 那首先请各位 我们利用前面的这个范例来做练习 请各位切到today 那所谓的today today函数 大家顾名思义 如果你要抓今天的日期的话 也就是你现在电脑日期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 里面找到日期 及时间里面 那当然最简单就today OK today 好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帮你抓到今天日期 2017年 好 或者是另外一个函数吧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整队 我可以用另外一个 这边有个闹 对不对 其实闹 对不对 但也可以啦 不过你会想说 到底有什么 一模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哪里不一样 那哪里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是怎么样 你可以把这两个选取之后 然后呢 按右键 除此格式里面呢 其实你只要把日期改成时间 那时间里面呢 有日期 就是YMD YMD就是年月日之外 还有十分 秒没有了 那你最精确可以到秒 甚至还可以到毫秒 不过我们不需要那么精细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设定这样的一个 有没有 如果我设定 像这样的一个格式给他的话 那你会发现 那个today 因为他today只抓到年月日 就是只有日期 但是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时间不会帮你抓 那可是now的话 除了抓你的时间之外 还会抓你的 日期之后还会抓时间 所以哦 如果将来你的需求是 你要有时间的话 那你用now 如果你不需要时间 那建议是用today 所以这两个 那或者甚至当然 其实说真的 你用now 其实等于一个 两个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用了 他等于包含today 那有什么缺点呢 其实也没什么缺点 多一个资料 就是时间的资料 OK好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设我要抓取的是 我电脑里面的那个日期 另外第二个 要抓时间的话 那你可以用now OK好 所以这两个函数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要格式化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today的这个格式 我希望呢 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类似像这个我刚刚讲的 民国年 把斜线改成点 把月份自动补零 后面再加上什么呢 周期的话 那我要该怎么做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其实 你要怎么去格式化 其实第一个 一样切到我们的那个日期 那一般如果你要做出像刚刚那个格式 你就按按部就班 第一个 因为它是民国年 所以我需要怎么样 先把那个 cd改成中华民国地 OK 所以特别主要 这边有个日期 日期里面呢 有个下拉清单 中华民国地 不过特别主要 这个中华民国地 也只有在那个 繁体中文版里面 才会有中华民国地 而且是台湾地区的 全世界其他版本都没有 所以之前有同学 他说他电脑里面为什么没有 他e-sale 后来问他 你是哪个版本 他说他是英文版 那英文版就不会有这东西 OK 所以特别主要 这个 这个是一个 等于是他的争议级 有点像外挂 他额外帮你加上去的 所以第一个 那可是问题中华民国地 切过来 请各位先做一件事 就先把它 找一个比较接近的格式 比如说 哪一个比较接近 看起来好像 这个也OK 这个也OK 那我就先拿这个来改好了 那特别主要如果要改成像刚刚那个格式 第一个可能要分成几阶段来看 第一个先改民国地 第二个呢再改斜线 第三个再去补上他的那个个位数字的零 最后一个呢才是 就是那个周期的讯息 那其实这个地方 首先你先切到制定 那你先可以找到一个接近的格式 所以特别主要 先找到一个接近的格式 这个也许这个啦 那上面这个也可以啦 再切到哪里呢 切到这个所谓的制定 那特别主要 这个制定之后 这边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它的类型 那这一串东西呢 其实就是它的format 它的格式 这个格式 其实将来还可以配合 那个有个文字函数 有个叫TEXT TES 还有印象吗 前面我们在文字函数 有没有提到 那个TES 你也可以把这个 放在那个 有没有 文字 资料 逗点 后面有个format 你可以把那个 这个东西放在那个format 不过前后要加双银号 它也会帮你格式化 那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比如说你要怎么改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把斜线改成点 比较好了 OK 上面不就变了 你可以看一下预览一下 有没有 106年的点 1月5号 对 然后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各位数字要补零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就直接怎么样 在M前面怎么样呢 或者后面也可以 补一个M就好了 要不要 MM DD OK 那这个格式 好像在很多地方 都有派上用场 像SS里面 好像也可以用 类似的方法 格式化 所以我们就解决了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就是说呢 我希望怎么样 在后面补上什么 刮壶 周期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打一个刮壶 但是里面的话 周期 你不可能说打 周期 OK 因为每一天的那个 就是周期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 这边你可以讲 补上三个字 就是三个A就可以了 A A A 有没有发现 我打三个A之后 上面的周期就跳出来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想要改 星期几个 可以 可以 你再打 多打个A 四个A的话呢 就是星期几 OK 你就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格式就做出来了 那你想说 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在这边置地一下 其实我只要 我首先当然就先拿一个来改 那主要改什么 把点 斜线改成点 MM 然后后面刮壶 不过改成周期好了 OK A 那可能同学会比较有问题的 就是 老师那你为什么会知道 AA这个东西啊 那其实非常简单嘛 日期里面不是 你把它切到西立好了 这边有星期几 对不对 这边有周期 对不对 如果你想知道里面的格式啊 切到制定不就好了 选它有没有 切到制定 这个时候 有没有发现 AA 不就好了 所以以后 你可以把好多 好几种 不同的格式 可以把它拼凑在一起 如果 比如说你可能 这边有你要的 这边有你要的 这边有 可是它是分散在 不同的格式里面 那你可以怎样 自己切进去看一下 也就是这里面 都有很多的规则 每一个格式 它里面都可以拼拼凑凑 可以格式化成 你要的那样的样式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的格式 而且你会发现 底下我们格式过好 它会自动帮你加在这边来 成为好像一个饭本 OK 所以最后呢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这边的格式 基本上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当然你直接打上去 它最后也会显示出来 我是把它改成周级好了 OK 按确定 好 这样就格式化出来了 那底下的话呢 有一个所谓的奥运 倒数计时 不过因为那个 这个已经过了 我会把它改2020好了 2020好像改叫东京 那假设那个东京 不知道哪一点 也假设是8月1号 我记得好像Google过 好像是8月1号吧 那如果说你要跟2020的8月1号 你要算相差几天的话 那怎么办呢 当然你这边可以 比如说那个2020的8月1号 OK 假设这一天是奥运 对不对 那我要跟这一天比 这两个日期 那要怎么比较呢 其实日期的相比较 非常的简单 怎么说呢 其实你要比较 那个两天相差 就是相差几天的话 你先要知道说 到底Excel里面 它是怎么产生这个日期的规则 这个规则 其实有个方法 你就直接按滑鼠 先出入2020的8月1号 在上面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那储存格式之后的话 请各位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改成 本来是日期 对不对 把它改成通用 就是预设的格式 改一个通用之后的话 再按个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显示出这个东西 就是44,044 这数字怎么来的 另外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规则 我们用这个好了 这个按右键 规则的格式 假如可以把它改通用的话 它会有小数点 小数点我就把它 暂时先把它45度算 那你会发现 这一天 这一天 感觉好像 有没有 后面这个数字 比较大 这个数字 比较小 那看起来好像 是不是可以直接 把这个数字 减掉这个数字 会不会就是 相距的天数呢 其实没错 那你会想说 这个天数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天数 实际上 根据官方的说法 它是跟 有个日期相比较 1900年的1月1号 跟什么呢 跟2020年的8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也就是它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相差了 44,044天 那跟今天比的话呢 是42,741天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 那当然因为后面的 未来的天数 它就是一直往 比如今天跟明天比 那就相差一天 又多一天 多一天 所以也就是说 简单讲起来 其实日期 在Excel里面 它就是一个数字 就是一个数字 OK 另外的话 你想说 那刚刚这个地方 有没有 比如说我这边 有小数点 Now的话 你会发现 为什么它这边 有小数点 而且小数点还蛮多的 其实这个小数点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天 以整数来算 一天 可是时间的话呢 它就是用1 怎么样 除以24个小时 除完之后 每一个小时换算多少 所以也就是说 24小时就等于1 意思就对了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时间 一天就是1 它换算 所以小数点的话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时间 它在利用时间 去帮你换算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你把它换算 回来的话 那你可以如果加上时间 像刚刚我们这边 它会自动帮你 怎么样 再转换成一个 你看得懂的一个格式 OK 相差就这样 所以如果说 要算出什么 倒数的天数的话 其实很简单 这个其实可以 再把它格式化回来 我刚刚只是为了 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个日期格式怎么来的 所以最后其实不需要 你直接怎么样 把什么呢 等于 假设我今天要知道 到底今天到奥运的那一天 相差几天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把这一天 减掉什么呢 减掉这一天就好了 OK 好按打勾 不过打勾之后 因为两个是格式 格式减格式 减日期的话 日期格式的话 回来的话怎么样 有可能 它会是一个 有可能 因为我这边已经把它改成 那个通用了 所以有可能你回来的 也会是这样子 1903 那不过没关系 你最后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手动怎么样 再把它改为通用就可以了 OK 那也就是说 距离东京奥运 还有一千三百零四天 听说他们花了非常多钱 就是大概一兆台币 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 其实也蛮令人期待的 所以也许最近蛮想要再去东京看看 看看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OK好 所以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一就是这边有个格式范例 请各位利用today 去把这个日期格式化成刚刚这个样式 第二个算出那个 距离东京奥运 倒数祭时还有几天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格式里面还立有文章的 所以记得那个可以制定 那个格式里面 你只要制定一个格式 它就会帮你改成你要的那个样子 尤其是像那个什么周期 或者星期期 其实就是三个A 星期期就是四个A 那主要是参考一下 它那个内建格式 那你去把它做个修改 就会有答案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了解那个 其实日期 在Excel里面记录的就是一个整数 OK 就很简单 就是跟1900年的1月1号 到底相差几天 那所以如果你要将来 要做那个日期的 这个运算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哪一天减哪一天就好了 那其实比较难的地方 不是在算天数 而是在算那个月份 比如说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主要还会牵涉到那个大月小月 还有二月到底是28天 还是29天的相关问题 另外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这个部分可能也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所以后面如果说 我们要计算 两个日期之间相差几年几月的话 其实可能会需要用别的方法 几天的话比较简单 几天两个相减答案就出来了 OK 那试一下